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有興趣要購買的話 反其你一定要看完全部的影片 不然會造成一些購買上面的一些誤會 好這個iphone中間截取卡就是將這個 攝影機的這個HDMI外接HDMI 透過 截取卡連接到iphone上面去做一個直播 所以他可以這樣子將這個影像錄音 就是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這邊你 透過透過這個截取卡到iphone去做直播 那我們這個直播可以做到實現這個臉書的 直視直播跟 橫視直播直播 還能夠實現那個 YouTube直播跟Twitter直播 這些都是自動登錄的 那 當然來我們講的都是一些優點啊 那我們在這個影片我們在實際在在做操作的時候 會有一時務上會遇到一些小問題 那我們就必須要跟大家溝通清楚 不然的話 你買的也會 覺得不愉快 對了 好 所以我們這影片的第一個單元就是說 你買之前有幾個地方注意事先要先注意 你能接受再買 不能接受就不要買 這麼簡單 發生會造成你的誤會 第二件事就是說好你買了 並不是說所有的攝影機都能使用的 因為攝影機有分相機類跟攝影機類 那每一種都有不一樣 那我會教你如何做一個簡單的判斷 到底說 哪一種相機攝影機可以使用的 ok這樣子好 第三件事說你第一件事已經確定能夠接受那些使用的限制條件 跟你相機攝影機你選定好了 好第三個我會教你 教你的是說 這個使用安裝 怎麼安裝 好我們實務上最後結果就是長這樣子 那我們會將 你會看很多一坨的東西在這邊 其實實務上我們就是出來就手就拿這個 那這一些東西 擷取卡 還有這些行動電源這些有的沒有的 都會放在這個包包裡面 所以你會背個包包 拿一個這樣出來直播就對了 好所以我會教你說如何做一個收納跟安裝 還有APP怎麼使用 好那我們首先第一個我們先介紹第一點就是 注意事項 你們在購買這個 注意事項就是說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我們可以做到臉書的直式直播跟橫式直播 但是我們要先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的iPhone手機有限制條件 並不是說第一代iPhone 賈博斯死掉 剛開始做出第一代iPhone到現在的每次iPhone都可以用 是不行啦 是有限制條件 你看這邊好了 我們的iPhone基本上限制條件是A7以上 也就是說在 至少至少能夠用就是 最大的手機就是iPhone5s 好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說有直式直播跟橫式直播 那直式直播跟橫式直播又有他的限制條件 就是說要再 你看這張圖表就對了 你要做到直式直播 就一定要至少要在 那個iPhone 建議是iPhone SE上會比較好 反正就看這張圖表就對了 好這個就是你iPhone能夠限制條件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做直播的時候 我們說可不可以看留言啊 好第二個關於是留言的問題 是這樣子的 我們目前這第一代的APP叫做media link live 目前就只能拿來做直播使用 預計明年的 第一季會出現一個更專業版的付費版的APP 就可以留言 好就可以看留言 看留言的功能這樣子 所以你目前買這個東西 你要看留言怎麼辦 你必須要用另外一隻手機來看 也就是說你這次要這樣拿 拿另外一隻手機看留言跟回覆留言 所以呢你目前買這一支 是不能夠留言跟看留言的 你要看留言 或回覆留言要用另外一隻手機來看 好這第二點的限制條件 第三點限制條件就是說 那你不要說我買這東西iPhone 我可不可以用在iOS的那個 iPhone的那個Skype iPhone的line當作視訊鏡頭啊 答案是不行的哦 我目前的這支iPhone專用截取卡 是只能用在 iOS裡面的APP 叫做MediaLink裡面使用 他不能用在安卓 不能用在安卓 也不能用在PC 也不能用在Mac的筆電 他只能用在iPhone裡面 他只能用在iPhone裡面 只能用在iPhone裡面 在iPhone裡面也只在我們目前的App 叫MediaLink裡面使用 他不能用在其他的App 好這點要大家注意一點 因為怕會有認知條件 的問題 好這是第一 這是第一大項就是 你買這請要注意事項 你確認覺得沒有問題的 好那我們繼續看第二件事 就是 攝影機的選擇 要怎麼測試你的攝影機 會當作是iPhone擷取卡的那個 視訊或跟聲音來源 很簡單用你後面的電視做測試 就可以了 這是一般的電視 你家把你的攝影機 比如說我用 我們想要用這支 攝影機 當作這個iPhone 專用解決卡的視訊來源 跟聲音來源 我想測試可不可以使用 那我就用這後面這做測試 你真把這電影 你就是把這個 攝影機的HDMI把打開來 然後把連接到電視 看看就知道 我們來點贏看 把這個HDMI 連接上去 你看 發生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現象 看一下 這個影像很乾淨吧 等一下 乾淨吧 這影像 就是沒有出現任何的東西 沒有出現任何的東西 乾淨 然後呢 又沒有回音 又有回音 有回音表示說 他有收音的功能 然後影像很乾淨 表示他在直播的時候什麼都 就是很乾乾淨的直播就對了 所以這支攝影機就很好 很適合去做直播的 那個 攝影機來源 讓我們來測試其他的看看 這是最標準的 最正常的 我們來試試看別的 這個是Sony的那個RS100的相機 那這個連接上去你會發現什麼問題 看一下 連接上去 連接上去 他也是有畫面 你看他畫面 他等一下會消失掉 他也是有畫面很乾淨 但是缺了什麼 缺了聲音 他沒有回音 這種相機 這種東西也可以做來自我直播 可是呢 你的聲音就要用 iphone的 聲音的麥克風當中是聲音的來源 不然你直播就沒有聲音了 你看他是缺少了那個回音聲 這樣子 OK OK 好 那我們繼續看別的相機 我繼續看下去 我越看越奇怪了 我們來看看那個 那個Canon的相機 看有什麼問題 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畫面沒有全滿 第一個畫面沒有全滿 第二個他這邊有這些什麼對焦資訊 還有這什麼電池的資訊 什麼ISO啊 什麼EV值的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 你看這上下會有這些 透明邊 這些東西是無法拿掉的 所以 你也就是說 他上面出現這些東西 直播也會跟著出現這些東西 然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他沒有聲音 他沒有回音 他沒有回音 表示說你如果硬要用這次做直播的話 你聲音要用iphone的聲音當作來源 就對了 所以 這一次你硬要直播 好 你的聲音就要用麥克風的麥克風當作聲音的 的那個音效來源就對了 那你還要能接受這樣的東西 後面有這些這些東西這些資訊 這些 這樣子 好 這是這個是我們Panon的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最後一支相機 是那個Panasonic的GH4 這是早期的相機 他一樣也是有這個 HDI的輸出 好我們來試試看他會出現什麼問題 好 你要嗎他這邊有影像 來我們來進上電視看看 你會發現他沒有影像 他這邊沒有影像 有沒有看到 雖然是上面有影 這邊有影像你看這邊有影像 可是呢電視卻沒有出現影像 這種相機是這樣的他要在playback的時候才有影像 這樣是playback 好他在playback的時候 這是play那個之前的那個 那個記憶卡裡面的照片的時候 這才會有影像 像這種相機就沒辦法做直播 因為他沒有辦法取得他的live的影像出來 所以呢這個就不能做直播了 好 我們剛才介紹了各式各樣的相機 其實都很簡單 你就只要把他接到你的電視 HDI的信連接到你的電視 測試就知道了 電視出現什麼 他就直播什麼 電視有回音的聲音 表示說 你的攝影機 相機 有收音的功能 電視沒有 沒有回音聲音 表示電視 那個你的攝影機 相機沒有收音的功能 好這首出現什麼 相機的資訊 好表示說 你的相機做直播也會出現相機的資訊 所以我們最好就選擇像這種類似這種 Sony的這種攝影機 他就出來就是乾乾淨 然後又有回音聲 這時候這種像 這種攝影機很適合做直播 好以上要自己做簡單做直播做測試 才知道說你的攝影機適不適合 拿來做直播的那個 那個視訊跟音頻的來源 這些是 出貨的東西 好 這一個就是那個USB的連線 然後這個是iPhone專用接觸卡的本體 還有這個是 這個原廠Apple原廠的lightning轉USB3相機轉換器 這條很貴 這是原廠的 這條是micro usb的充電 供電器 還有這個是小米的做充 小米的電源供應器 好我們會送 我們會出貨有這些東西 那你自己要 然後還有會付一個這個免費的給你 這條叫lightning的延長線 那這條線的話 Apple沒有出原廠的 這個Apple沒有出延長的 所以我會給你這條是付廠的 付廠就會有風險 有一些iPhone可以用 有一些不能用 如果你能用你就賺到 不能用你就把他丟到垃圾桶 就這麼簡單 這條線 還有這條是那個lightning的 這個是你要自己準備的 這條就是那個iPhone充電線 這是你買iPhone就會送的 這條你自己要準備 然後這是那個 HDI的線材 這條要自己準備 有些問我說為什麼不送 這HDI線 因為沒辦法 HDI有分成正常 HDI跟mini HDI跟 micro HDMI 我不知道你要哪一種 那我要送也不可能亂送一通 我要送的是可以用的 那我不可能送你一條 是那種很粗很粗那種的 所以我乾脆就不送了 你就自己去準備就對了 好 然後呢 如果你要做行動直播 你要準備一條這個行動電源 這個行動電源就是 至少要一個這個你要看到有快充的 功能在這邊快充 2.4安以上的 那這個洞要等一下給iPhone用就對了 好那我們實際做個連結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首先呢 先將你的這個小米的這個充電座 先插到你這上面 然後呢 你有看到有兩個 小米有兩個洞嗎 好你就先將 這個付給你micro usb的 線 充電線接進來 然後你這條是你的iPhone的充電線 這是你自己的哦 好吧接上去 所以你現在真的有兩個出來一個是micro 一個是lightning的嗎 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條 充的呢 好這就是lightning to usb3的轉換器 這個地方就接進來 為什麼要這樣接 等一下就會 給你的iPhone做充電 使用好 來 繼續 micro usb要給誰呢 micro usb 連接 這個usb 連接到這個iPhone 這個 Nightning轉usb3轉換器 連接好了 好 這時候呢你就將你的iPhone 連接進去 好你注意看你的iPhone哦 你看這邊有沒有 充電 這裡有沒有充電 有沒有充電呢 有哦 好 然後呢 你要確定確定有充電哦 這邊有充電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打開這裡 這有沒有出現個以太網路 好你看我拔掉之後 以太網路有沒有消掉 有沒有消失了 擦上去有沒有 又出來了 以太網路又出來了 這一個 好 再拔掉 再擦上去 反正要出現這點 有沒有出現 反正你一定要看到這個充電的東西 跟以太網路 ok 好 然後呢因為我又要收納 所以我會接到這個lightning延長線 我就這樣接 我就我等一下就把這一坨都丟到旁邊去了 然後再把它接進來 你看哦 這時候 有沒有充電還是可以用嘛對不對 這裡有充電跟以太網路都看到了對不對 好 我們再把它點進去 這個 以太網路再點進去看看 我看到這個 Media League Line 這個一個Media League Line 再點進去 有沒有看到IP 172.20.13開頭 如果你的 電腦沒有出現172.20.13開頭的話 請你再 將這個拔掉 再插一次 好反正一定要看到 這個就對了 172.20開頭 好這時候呢 請你加IPhone 打開App 那我們這時候就打開App App長這樣 Media League Live 出現藍畫面了吧 好 有出現藍畫面表示說你目前的設定 這邊的設定都沒有問題 等一下如果有任何問題就是HDMI那邊的問題就是 攝影機那邊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做了一個那個 分界線 你有看到藍畫面是對的 就是一定要看到藍畫面 你看藍畫面表示說你剛剛那些設定都沒有問題 等一下如果有問題就不是剛剛設定的問題 就是 攝影機那邊的問題了 好有可能是你的攝影機的HDMI線材壞掉啊 有可能是你攝影機本身就不支持LIVE的HDMI輸出啊 我們這時候有露營機就要從HDMI那個攝影機跟HDMI線材那邊去做早眼就對了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之後呢 就將那個 攝影機 這HDMI線材 好我這是Sony的PCS 450 你就叫他接上去 接到你的iPhone6檢訊卡的這個 HDMI的洞 這樣子 這時候你的畫面就有了 好 這時候你的HDMI你的攝影機你的iPhone上就是出現了 這個 你看我視頻啊 Rune in Rune out 已經看到確定有畫面是來自於這個攝影機的畫面了 這個是攝影機的畫面 有沒有看到 可能這是攝影機畫面 我們來做一些臉書直播的設定 好 我們先做 臉書的 橫式直播 橫式直播 你先看到畫面之後呢你就把點進去這個有一個輪胎這個畫面來點進去 然後你先選擇解析度 這裡有這樣子手動這樣子 你先選擇手動 選720p 因為臉書最多只能到720p 真的非常重要 臉書最多只能到720p 一個外面動作的直播 好 那你真的幣論也不能選太高 臉書整到 這個4000p 所以你要選4000以下 那我就選 3500p 好 這個幣論是什麼意思 我們除了解析度之外 也是一個影響畫質非常重要的 這幣論越高表示說你的裡面的影響越細膩 幣論越低表示你影響越差 表示說有可能出現馬賽克就對了 所以我們通常在做直播的時候幣論會調的比較高 但是由於臉書他上面的規定只能到720p 31500p 好那我們再來跟臉書的帳號做連結 怎麼連結呢 你要這個管理連線 下去 然後你就新增 臉書 按下去 繼續 反正就按一次按一次按就對了啦 這樣 繼續按 繼續按下去 完成 完成 再回到剛剛地方 所以你要做臉書的直 橫式直播就這樣按下去 臉書 你要選個個人直播 還是粉專直播都可以 好我選粉專直播 開始按下去 好這就開始直播了OK好 那我再直播我再跟大家溝通一下 就是說 上面有一些 icon 這邊是HDI是說 我現在的聲音是來自於這個 HDI的收音 是來自HDI的收音 好你可以按下去這個地方就變成是 來自於 MICC表示說是來自於那個 手機的收音 手機的收音 好什麼時候會用到手機的收音呢 如果說 你今天你的 我剛才講過你的攝影機 你剛才的這個攝影機如果他沒有收音的功能的話 那你接HDI他就沒有聲音啦 所以你這時候你就要用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手機內建的麥克風當作收音的來源 好這是很重要的 好 那你在直播過程中 你在直播過程中你可以選擇說 要不要聲音要或不要 好這直播過程中我不想要讓這一段不要讓客人聽到你就按這個 有沒有聲音 有聲音這樣子 這樣子 直播過程中可以選擇說我要不要把聲音給中斷掉 但是直播過程中我不可以選擇來源 這個來源一定是我在直播之前要先選好了 我在直播之後我就決定要選擇是 攝影機HDI的聲音來源好就先選好HDMI 好如果說我今天 要選擇的那個是內建的麥克風聲音我就要先選好 一旦選好之後就可以開始直播了 就這樣 好選好了就開始直播 好就這樣看直播這樣子好這是點關於這個是臉書的這個 橫式直播 好在直播 好這是橫式直播 好我們現在介紹的是那個 介紹的是那個 直那個直式的直播 好由於我在電腦是iPhone SE所以他沒有辦法接受直式 他沒有辦法 我先換另外一支手機 好我現在已經換成iPhone 6s iPhone SE這個可以做橫式直播 你看換下去的時候你看 你看比較 你看多一個這個底子這邊 你這樣做呢 直式直播你就 可以將那個調成90度 調成90度 這樣子 好那 你調成90度之後你的攝影機一定要跟著調成90度 不然的話他會 他也會跟著會變的對 來我們再把他調成90度 拉起來 要弄成90度 然後呢 就按這個按90度嘛我們注意看一下 第一個調成 90度之後然後這邊這個也要這個 弄90度 然後呢就要開始直播 開始直播了吧對不對 好我們來實際看一下臉書到底長怎樣 這樣子 看這邊就開始直播你看 然後就是就是直視直播這樣子 直視直播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你這邊要調一下 啊史物上會有問題是說到底是要 你攝影機到底要轉這邊還是要轉那一邊 到底是要轉這一邊還是 轉上還是轉下反正就做一個實驗嘛 就是轉90度 如果不行發生是顛倒了就把轉90度就好了嗎 這個自己穿 error就知道了 好以上就是我們做這個 做這個的那個 簡單的介紹 那至於收納呢 跟大家講怎麼收納 至於收納怎麼收納呢 那你收納的話我們要做行動直播 那怎麼做直播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剛才這電源是不是接這個東西 換一下 換成一個 行動電源 換成行動電 好 沒電 然後把這一坨東西 把它塞到包包 我們再把這個AP我們再把這個打開來 就打開弄這樣子 好 一樣的 你要再確認 有沒有Face的面充電 有 然後呢 再看看IP的對時有沒有一樣 體態網絡 而且 以太網絡 這個 176120 OK 確定了 然後再打開APP 好 這樣這個直播了 我們要實際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可以這樣 行動直播 行動直播 這樣就會行動直播 很方便 包包 這樣子 包包 然後這個 這樣行動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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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